在今天Lighting Talk之前 我們應該就會宣佈明天的議程 OK 所以接下來的題目 基本上它基本上是使用 剛才David他在演講的時候提到 就是說是使用Adreno 他來做一台用作3D printer 3D printer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現在大家買了很多商品 它都有外殼 基本上這個3D printer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去print出一個3D的東西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誇張一點的話 它可以噴出一個iPhone的殼出來 當然現在的3D printer沒有那麼完美 但是potentially其實3D printer它的意圖 就是用來讓我們在設計這個商品的時候 除了傳統的做模具的方式之外 我們有一個新的方法 可以使用CAD的軟體 當你的設計完成後 直接的使用這個3D printer 做出一個Pototype來 那我相信隨著這個3D printer的精確度 越來越高 現在其實已經有些commercial的產品 其實已經可以做得不錯了 但是接下來這個session 我們要介紹的是一個 如何使用Adreno這樣的一個平台 去做出一台3D printer出來 對 你要投這個影片嗎 對 為什麼沒有投錯 這個嗎 還是這個 應該是那個 我剛才有投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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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換一下 換一下 parce quid 就是幫你 誰的の 就是 好 それ 值得 學問 真單 滯 Ho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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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开发的应用产品 而碰到一个问题如何做圆形 OK在这边有做一个展示 这个展示是一个模型 传统的印表机 一张纸 一张纸 一张纸的列印出来 叠出来之后 变成像这样的一个模型 单一的产品 而且世界只有一个 我有些想法我想要改 我们用 Arduino做一个印表机 3D的印表机 让我们把一些想法在图形上面整个展示出来 OK Rewrap OK帮我下一页 这是我的email OK下一页 我们讲四个主题 第一个 原来的印表 原来的印表只能印单层的 现在我们用立体的 当我可以做立体的列印的时候 我想到什么 我可不可以由下往上印 由上往下印 由左往右印 由右往左印 我想到什么 我设计什么 我就要希望印什么 再来 Rewrap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project 所以所有的source硬体软体 全部都在internet上可以找得到 第四个 演化 现在看到这个 是一个很典型的3D印表机的功能 它印的 先从底层开始印 逐步把电脑CT断层扫描 电脑断层扫描 每一层都扫描出来的档案 我们称为DICOM档 DICOM档把它组合在一起之后 输出到3D印表机 一层一层列印出来 OK 所以我的Bone里面 我的骨头 Selecton 看不到的东西 经过扫描之后 我可以把它做组织化的切片 OK下一个 这个 3D印表机 发展已经二十年了 OK 到2005年 2006年的时候 Angie Bowie 把它在3D印表机所多年来所累积的这些经验 全部丢到internet上来 公布所有的资料 并且用Arduino为平台 很简单的硬体 加上一些应用 自己所有人 都可以在internet上 500块钱美金 买到所有的零件 OK 网址也很简单 reepwrap.org 所有上面的资料都可以 可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大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懂的电路 所以 阵亡率太高了 过去我 去年我一直在想要做 可是我也花了好久的时间 最后呢 我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打电话给美国朋友 跟他讲 你不是有一台达尔文吗 这样好了 我帮你再买一套 更新的 你把达尔文寄过来给我 因为我自己也没组起来 最后我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我必须要去跟我的朋友说 你已经组好了 你干脆你要组更新的 你卖给我 然后呢 我帮你再买一套 你自己再想办法再重组 他的问题在哪里 所有的零件全部散开来 大家必须用落铁 焊枪 很多工具 才有办法组一台 所以我现在在想一个办法 就是把它做成STK件 用你的一只手 所有的元件都是用插件式的 Arduino 电路板控制板 线性马达 不不禁马达 其他都完全不用罗斯汗枪 预计800美金左右就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你买回去这个套件之后 自己手工就可以组 这是我想要做的 可是目前还没有真正把它 就是说没有其他人 做成STK件出来 大家一想500块美金 我就可以做得到了 我为什么要去买更贵的 这也是我现在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NASDA访问BOY的一个访谈 他希望能够用几句简短的话 这会场没有声音 所以我把这个图档 我把这个展示档放在internet上面 各位可以到internet 请不吝点赞 在整個Ribray裡面,最原始的根基是3D印表機 現在Android Boyd把Open Source加進來之後 變成是一個Open Source的3D印表機 而且它是可以自我複製的 它是一個可以自我複製的3D印表機 這就是整個Ribray的計畫 它的原理呢 我想到什麼,我想要希望做什麼 Ribray就直接幫你做 接著 我會去做一個3D印表機之後呢 第一個 又會想到什麼 我的機器如果壞掉怎麼辦 3D印表機做出來的第一件事情 先自己做一個維修套件 自己先做好一份 免得我的手腳壞掉了 我自己修理我自己 接著奇妙的事情 我自己可以修理我自己喔 再來就發生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了 Ribray自己列印下一代的Ribray自己尋求眼鏡 自己尋求改造 所以它可以列印出第二代的Ribray 改進它自己的結構 或者我覺得更好的表達方式 一直眼鏡下去 一直眼鏡下去 就是眼化學 整個的架構 接下來 Ribray 它說 天助製助者 所以 Ribray Help 誰是Ribray 那誰是Rapper呢 在使用Ribray的人 就叫Ribrapper 這個結構圖上面 在最左邊的是Andre Boy 最右邊的是Oliver 他們各用一台達爾文 由最左邊的附帶的達爾文 印出紙帶的達爾文 所以呢 Ribrapper就是這兩台機器 Ribrapper 就是在使用Ribrapper的人 這個機器 Ribrapper OK 演化學上這麼說 我第一代做出來的 大家給他一個名稱 叫達爾文 經由達爾文 他發現了一些 重心太高的問題 所以呢 大家覺得要改進 他做出第二代 叫Hessler Hessler 他也是由第一代所列印出來的 第二代Hessler 有個問題 在他的步進馬達上面 他的行程比較慢 所以他做出第三代Mandel 效果很不錯 OK Mandel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重心還是太高了 所以他現在解決的問題 是把電路板往下放 現在最新一代的產品叫Prusa 所以當你拿到第一台3D printer之後 當你組裝完了 第一步動作是 先列印自己的維修套件 接著你在想 他有什麼問題 你想要再改進他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 做出這樣的一個眼鏡 所以呢 你會開會都可以看到 Rip Trip上面很可愛的 都是用 生物學家的 名稱 生物學家的名字來命名 第一代史達爾文 第二代Hessler 第三代Mandel 第四個 Thomas G. Perusa 這個我現在想要做的 正在設計中 我覺得Mandel有什麼缺點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 Z軸上升 其實只有一次上升而已 不再下降了 XY它是可以行進的 所以呢 如果我把定Y的話 Y就很固定了 再來是定X X的損耗率太高了 所以現在大部分 會改進的方式 在Perusa裡面 會用的是線性軸程 而且用雙線性軸程 這樣的穩定度會高 而且比較不容易故障 那Y它的動力 就不需要那麼的大 Open Source就是一個分享 我們希望把我們過去 所做好的東西 所有都放在Internet上面 那麼您想要做什麼東西 您可以 不需要先想著怎麼做 而試著學會參考 我以一個範例 開關 這個開關呢 45度可以打開 45度進去 轉90度之後可以打開 經由這樣簡單的一個結構 我希望去改造的是說 以後所有在鎖扣的部分 做Mendessa的鎖扣的部分 完全不需要讓各位用到任何的工具 直接鎖 直接扣 全部用手來做 OK 包含焊槍都拿掉 很多人講 很多簡報講完之後呢 他說現在是結束了 可是我不覺得現在是結束 我覺得現在才剛剛開始 RIP RAP 現在還在眼鏡中 各位想要的功能 都可以經由在Internet上面取得 如果您有什麼想法 我們歡迎您PO到台灣的RIP RAP 這個論壇上面來 蠻少人的 不到十個人 機器是十幾台 可是呢 不到十個人 歡迎各位以後 希望 對RIP RAP 硬體的部分 有興趣的 可以大家來共享 如果您有什麼問題 也歡迎到論壇上面來回答 OK 目前為止我們現在想要做的 並不純然只有3D印表機 我們希望能夠取代的是 各種不同工具機的應用 因為台灣算工具機的大國 世界前四大之一 那很多傳統的工具機 XYTable 本身一個就很貴了 如果 而且又很難控制 如果我們可以用Arduino來做 就會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留幾分鐘的時間 希望給各位做 Open Discussion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關於這個3D printer 好 這邊有個問題 就是說 現在如果大家對這種3D printer 有興趣的話 可是還搞不太清楚 這是什麼東西 如果想要做 有一些3D printer的體驗的話 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比較簡單的 比如說你們有什麼工作坊 或什麼這樣一類的東西 現在我這邊有幾台3D printer 然後台灣這邊大概兩台已經組好的 我知道三用機應該還有差不多 傳統的3D printer蠻多的 大概台灣應該超過一兩百台跑不掉 可是以ReWrap為核心做的這個機器 大概應該台灣不超過十台 有機會的話可以到論壇 我可以給各位幾個網址 可以試看看 這個蠻核心的問題 3D印表機裡面很重要一個 很重要一個就是要支撐 這個是一層一層印的 目前為止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塑膠溶絲的部分 它是用溶絲法一個一個這樣子洗出來的 所以如果它不夠凝結的速度不夠快的話 每次畫到鼻子都變成因勾鼻了 因為畫出去結果突出來 還沒凝結就往下沉 第一層好了之後 第二層OK了 但是呢 最下面那層其實都有點 有點垂垂的 以工業來講其實我覺得還不夠 所以現在我要解決的問題是 如果 它可以應用到其他像雷射雕刻機 或CNC的雕刻機的話 它會好很多 但是如果像是這種溶絲狀態 糟糕我沒帶 它的是塑膠溼的溶絲狀態的時候 它還沒有凝結 就有點下沉 這個比較大的問題 它融絲 各位玩過熱熔槍嗎 熱熔槍敲出來 它就是一根的絲 所以我可以拿來點膠 可是那個膠它會自動留下來對不對 但它要凝結的時候 它還沒有凝結 它已經開始下垂了 現在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它做成一個三角錐 就下體比較大 上面頂端比較小 它這樣都OK 目前也是這樣都OK 就是說它要凸出來 它會凸出的地方 像這些凸出的地方 這邊底板就會比較下垂一點 但只有第一層 請問一下那個 如果耗材的成本 那大概是怎麼算 或是說這個耗材怎麼去取得 網路上有一個叫ribrap.org 上面大概有差不多30個 在賣耗材的成本 融絲、塑膠絲的這個賣家 那麼一卷一磅 或者一公斤好了 一公斤大概五塊 五塊到十五塊錢都有 一公斤的塑膠絲 所以這個的成本取決於 塑膠絲的成本有多少 以及你所耗費的時間 那時間是按行程再計算的 請問一下 就是這種材料 是不是會有根據不同種類 稍微有點老花眼 請問你在哪裡 你可以舉個手嗎 喔 稍微 就是材料是不是不同種類 那會不會有 就是有不一樣的 適用的場合或效果 然後就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印表機 它可以印的解析度就是 最小的零件可以到多小 謝謝 好問題 本來我一開始要做的時候 並不是要準備做塑膠絲 我要找一個東西叫做面具 傳統的silicon的面具 最早就是要用翻砂的 或者用翻的 翻成silicon絲膏 然後再翻silicon 所以人要在那邊躺著 撲乃伊 打兩個洞免得窒息而死 剝皮剝下來之後 每次去用只能用 可能撐折撐一兩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 好一點 假設我要撐個三個小時 結果各位想一想 演員的時候 臉上抹那個東西 汗流雨下 ok 正面沒有看到 背後裝一支大電風扇 好熱 ok 而且很容易就故障 所以我用silicon來做 後來就發現 有這三列表機之後 我就開始想 用塑膠絲能不能做 用silicon能不能做 所以現在已經可以用的材料有 PLA 我們差不多類似像 壓克力的東西 ABS 奶龍 目前為止是這三種材料 至於其他的 我看過 在國外 準備一個蛋糕 奶油 用奶油來飲 第二個 有人用細胞組織 噴出的是細胞組織 再造器官 OK 但是那都是比較 那已經都有到commercialize的 或者是比較屬於 不屬於open的這個部分 他們自己拿這個project 拿這些resource來用的 所以 所以 還有人有問題嗎 可以再一個 你好 你說 這個印表吉他 可以自己再列印一台 自己嗎 那 如果是在 線路 或者是馬達 晶片的部分 應該是沒有辦法做到吧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在電腦端的控制軟體 是不是在 Linus 或者是Mac下面 也是有 可以運作的軟體 謝謝 OK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目前為止他產出的是塑膠 他如果要做金屬 或者做其他的加工 加工件 沒有辦法 所以只能處理塑膠的部分 其他像布進馬達電路板 都是現成的 如果是金屬件 也沒辦法 第二個問題是 所有的source 目前為止 因為他所有的source 都是公開的 使用的檔案格是 STL跟Gcode 但是我比較喜歡Gcode Gcode Gcode是一種 算是大家通用的格式 所以沒有OS的問題 你在Mac上也可以做 你在PC上 你在Linus上都可以做 你只要能夠轉成Gcode 用Arduino當作界面 那他是USB的 所以你從你的電腦裡面 經過透過USB 送到Arduino 送Gcode到Arduino Arduino Arduino就自動列印 所以這些都不成問題 那如果您覺得 您有更好的 定義檔案 定義控制的方式的話 您就可以自己 可能也可以創建一個檔案格式 然後經由這個方式 丟給機器來做控制 最後一個問題吧 最後一個問題 我問一下 因為現在提到的 主要都是以噴膠的方式 那這會有支撐的問題 那這個後續 你有計劃說 打算做是改用粉末的方式嗎 因為粉末噴塗的方式 它就沒有那種支撐性的問題存在 那因為以這個架構來講 它主要都是Z軸 主要是往上 那粉末的方式的話 主要都是Z軸 都是往下 那它機構設計上 是不是就是有這個缺陷在上面 沒有辦法這麼做 OK 這個問題應該這樣講 3D印表機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有人是用薄膜 印成一層的薄膜 一層的薄膜 一層的薄膜 把它疊起來 所以它沒有支撐的問題 有人是用粉末 雷射燒解的方式 所以它先印出一層薄薄的粉 在上面像印一張紙一樣印好 然後再印一層粉 再用雷射把它打成一起 再做第三層第四層 所以它沒有往下走的話 一路走到底 因為你可以想像一堆粉中間 粉再回收回來 這就是一般現在沒有 比較可以解決支撐的兩個問題 但是我本身對這個 比較不會想下去做 我想要再做的是 所謂自動控制 工業化的工具機的這個部分 至於融絲的部分 它可以目前為止 我想我就會交給其他人 您覺得您有興趣可以自己繼續再研究 它的問題其中在於 融絲的溫度控制要非常的精準 否則它會滴落下來 那這個問題 並沒有那麼難解決 電風扇把它做得比較小一點 對著它吹 然後或者溫度低一點 對著它吹 讓它出了融絲頭之後 就凍結起來 這樣的話其實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我本身對這個部分 我比較不會再去 study 這個部分 因為我要走的是屬於 工業化的控制的部分 OK 非常謝謝這個講者 真的很精彩的演講 我希望就是說 在這場演講以後 我們台灣3D Pre-Ner 論壇的人 可能就不是十個人 可能就至少成長個十倍 所以到有興趣的人 大家可以到Viva論壇 再繼續跟講者有更進一步的互動 那今天早上的議程就到這邊 那這個大家可以 現在已經很晚了 所以大家可以趕快去用午餐 然後我們下午議程 下午2點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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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